新北市三重有對情侶在深夜時間吵架 那麼當時因為音量太大聲 惹惱住戶 想不到住戶非常不滿 因此下樓加入到戰局 也讓原本情侶吵架演變成和住戶的肢體衝突 而另外同樣引人側目的情侶吵架 還發生在台北故宮 當時一名女子疑似她是跟男朋友吵架 居然就在寧靜的故宮大吼大叫 也讓路過民眾看傻眼 一陣破口大罵後 一巴掌就往男子臉上扇過去 女子捂住自己的耳朵使出石喉弓 她情緒激動不斷指著男友怒骂 想上前安撫講道理 但女子怎麼樣就是聽不進去 最後只能止步 無奈地扶了扶額頭掉頭就走 讓原本在賭氣的女子更加生氣 氣沖沖地追上前 這荒唐鬧劇讓一旁民眾都看傻了眼 因為這出格鬥擂台上演的地點 竟然就在台北故宮 這怎麼那麼多呢 索性最後兩人離開現場才還給故宮原本該有的親近 不過情侶吵架還不止這一樁 監視器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女子撥打著手機 還與一旁男子發生口角糾紛 這對情侶大半夜吵架太大聲意外引發鬥毆事件 2號凌晨1點多 學姓男子在三重區借收入與女友當街吵架 音量太大引發附近住戶 流姓男子不滿氣了下來加入戰局 從原本的情侶吵架演變成住戶間的肢體衝突 導致兩名男子雙雙掛彩 情侶吵架吵到全天下人都知道有這次的經驗後 下次恐怕得好好學到教訓 不要擾人安寧 記者洪朝全城嘉明新北報導